三種放射治療室人員正在進行數前準備 這台就是三種最新引進的高階磁鎮刀 結合核磁共振高清晰影像和強度調控放射治療技術 讓放射線精準照射到惡性腫瘤 更最大限度的保護周圍正常組織和器官 我們要治療成功 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把這個腫瘤的影像 看得很清楚腫瘤的位置判斷得很清楚 大部分的腫瘤它在核磁共振的影像下是最清楚的 可是目前的放射治療的技術來說 大部分的機器都只能使用電腦斷層 這是一個創新的設備 它把做放射治療的設備叫直線加速器 跟核磁共振合併在一起 有核磁共振這麼清楚的影像 我們治療才能夠更精準 那當然療效跟副作用都會比一般的機器人來得好很多 一位50多歲罹患直腸癌的患者就透過高階持症刀 精準打擊 不但順利消除腫瘤 而且副作用輕微 更重要的是順利保住肛門 讓患者當中即可恢復正常生活和工作 直腸癌最大的挑戰不只是要把癌症治療好 也希望可以把他的肛門保留 那他是一個低位的直腸癌 通常的狀況下必須把肛門拿掉 那我們在治療這個病人的時候就用了這個持症刀 那他腫瘤消除的非常好 所以這個病人後續可以接受一個比較保守的手術 而把肛門保留 對於他之後的這個生活品質有很大的改善 三種放射腫瘤部主任黃文彥表示 只要適合做放射治療的二性腫瘤 皆可以採用高階持症刀 尤其在腹腔部分 透過精確放射治療範圍 及每日放射治療計畫調整 讓每一位病患的治療 不再是一層不變的療程 而是可以針對效果評估調整 達到個人化抗癌治療 只要是適合做放射治療的腫瘤 以核子刀來做都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特別要更好的更好 主要是腹腔的腫瘤 譬如說胰臟癌 直腸癌 肝癌 那這些在傳統的影像電腦斷腫瘤 或許沒有那麼清楚 那在核子共振的影像下會比較清楚 而且每天腫瘤每天的變化 位置會變化蠻大的 所以如果用這個 我們每天重新給它計畫 每天重新一個新的放射治療 它的效果應該會更好 黃文彥表示 過去放射治療 常因為考量副作用 無法給予足夠劑量 導致腫瘤控制率偏低 以胰臟癌為例 傳統放射治療 通常腫瘤控制率只有60% 現在透過高階持症刀 精準治療的優勢 國外已經有許多臨床試驗 將治療劑量提高 在不增加副作用的前提下 能達到更高的治癒率 記者張氣騰 台北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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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